下课也晚了一点 然后又帮同学录了一个audition 这是他第一个self tape 因为他不太懂 所以我就帮了一下他 也挺开心的 能帮到别人 今天又下雨了 昨天也在下雨 今年的话应该从去年年底开始 到今年年初基本上都在下雨 这是前所未有的 就是我在洛杉矶八九年来 第一次遇到下雨那么多 以前都是干旱缺水 今年是绝对不会缺水的 反而会觉得这个雨太多了 OK现在是八点五十分了 刚刚送完两个孩子 现在在路上去上课 上周日有四个audition 然后找Jack 我的朋友是个小演员 十九岁的演员 跟我搭过两次戏的朋友 给我做了两个audition 他帮我 然后他也上过那个audition的课 然后帮我挺多的 又带着东西过来 然后还有两个audition 我就自己做了一下 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然后昨天在忙什么 忙我那天跟Jack的一个访谈 聊天的一个视频 这么一个才二十多分钟的视频 没想到做了差不多一整天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当时我的光那个白平衡 还有曝光都有一些问题 所以的话 就后来又把视频 又重新调了一下颜色 再弄就换用另外一台电脑 就搞来搞去搞了很久 然后再等就插入一些图片视频 也花了不少时间 所以就这么一个比较简单 其实我中间没怎么剪 但是就这样 我都花了差不多一整天 然后就是在下午快结束的时候 然后收到一个audition commercial的 有点晚了嘛 打算早点回家去吃饭什么的 哄孩子睡觉啊 看了看有三段的line 就是差不多是他一个人的话 就是那个角色的话 在以前看来的话 这样的话我肯定要准备大半天 那后来我看了两遍 我就能把它给就是带进去 就带入到这个人物里面去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我得非常自豪的 夸一夸自己 就是关于这些词来说 现在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而且是英文哦 那当然就是英文方面需要提高 但至少就是我这些理解啊 就记下来是很快的 就看了两遍 然后说了说 然后再直接就拍第二遍不行 三遍不行 然后第四五遍就基本上OK了 就搞定了 我觉得还行 就还有一个即兴的那个 我可能就做的不是很好 然后另外的话 我又没有更多时间了 就有点着急就没有再做了 然后今天早上 actor access的里面又有一个audition 而且是casting director那边要我的经纪 就是他等于说看到了我的profile 相当于是有一个小小的赛选 我觉得这个形象还可以 就让他去拍一个audition吧 这样我还没想起看 也是个commercial的 我现在就是有些时候就给的时间太短 我有点会着急或者比较难应付 如果时间稍微有个三天 两天多三天 我就基本上OK了 现在就是回到家就忙家里的 和其他的事情 店里的事情 还有一些视频上的视频 YouTube上视频的问题 所以的话就是上完课之后的东西 我都没怎么没有太多时间去弄 比如说那个我买了一本meizner的书 我基本上也没有还没开始看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这节课 按理来说我要去一定要去上去做我这个 练习了就是上台去 但是我也没有好好准备 只有在上课的那段时间我会在想 因为有时间想 然后在路上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有时间想 但一到家就忙乱七八糟的就基本上没时间去想 因为做这个independent activities 我觉得需要有一些准备准备的比较巧妙一点 就是紧迫性啊 复杂性啊 并不是很好去完成啊 这样的情况 我都要得考虑 所以今天带了一些东西 我带了一些申请护照的表格 我想如果实在不行 我就是来填表格 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同学有个audition 我下完课会帮一下他忙 就这样 现在已经是两点钟了 刚刚下课也晚了一点 然后又帮同学录了一个audition 这是他第一个self tape 因为他不太懂 所以我就帮了一下他 也挺开心的 能帮到别人 想想我第一次拍这个self tape的时候 还以为自己很聪明 就是其实录的都是乱七八糟 有很多错误的地方 我当时第一次拍的时候 就很像这个片子会怎么拍 所以是站在那个摄影师的角度 就是DP的角度去拍 比如说我在很远的地方 就是这个剧本写的 他在什么地方干嘛干嘛 然后走过来 那我就会把这整个场景都拍出来 就是一个全景 人很小这样这样走过来 甚至是背对的镜头都有 完全就是错误的 就是当时还不知道 后来才知道就是说 你self tape就是要让 这个选角导演或者是导演 看到你的头到胸这一块 就是大概我现在这个frame 而且的话尽量的去看镜头这边 不要就是撤脸啊 或者说是背对的就更加不行 这也是慢慢学来的 然后包括还有角度啊什么的 然后slay啊这些原来都不懂 但是都是慢慢才懂的 然后现在就是等于说经过那么多次audition啊 那就呃再加上也会看那个instruction嘛 就是他会有个指导 嗯那你就慢慢就会专业点 所以对于刚开始做第一次做 或者没做过的演员朋友的话 那就得去好好的去网上去找一找 那个呃这个视频啊 教你怎么去弄啊 或者说是呃问一问啊 所以我我今天能不能帮到我这个同学 我也很开心 那今天上课的情况是这样的 就啊今天我我我是刚刚好那个时间到 就基本上迟到了一两分钟吧 然后老师就在我后面走进来 走进去的时候就教室里面 其他同学啊就在那聊天 那其实也很少见的 这就是这就就只是非常非常偶然的一次 被老师看到就说啊 大家还在闲聊没有在练习 以前平时的话我们都是到了很早 都就开始在那个repeat 呃repeat 那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在说 然后老师就就就就就就说你们 嗯嗯浪费这个时间在那聊天 但他说的当然很有道理啊 啊就是说的啊 蛮清楚的就是你做演员你就随时要准备 你要特别是你来学习来上课 那你要抓住这些机会去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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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就是有点无聊了 但多数同学还是在课外都在练 都在跟同学练 那我老师既然那么推崇去一直练 那说明他是有他的这个练的必要性的 啊这个的话我没有完全领悟到 但是我觉得是有的 因为我们老师的话 他是传承了这个meisner是比较少数的几位老师 传承了这样这个meisner的精髓 就是他说这个整个呃美国就没有多少个真正能够 就也教授这个meisner课的这个老师 那他就是整个可能也就是一二十个人当中的一个 啊有一些虽然在上这些meisner课的老师 但事实上他学的自己学的都不不太那个呃 完完整或者说是嗯呃一时半截啊或者怎么样 然后接着就是讲了啊什么呢 讲了什么啊我们有个同学好久没来了 他突然又回来了啊他一直在拍拍电视剧啊 那是因为他老师开始聊起来就哦你你最近在忙什么 他说在拍一个电视剧啊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之前也是一拍了另外一个电视剧就还还戏还蛮多的 然后就讲起来就是啊选择性就是你选择要做哪一方面的演员很重要 以前老师经常会问啊你是喜欢广告啊电视还是电影还是舞台这些老在问嘛 哎我一开始我就会大体的分成就是舞台广告和影视这样分三类 但是老师经常会说tv or film 哎我觉得没有多大区别吧我说特别是美剧那都是很像电影的就是那种电影感很强 但是他今天说出了呃这个答案让我明白了tv跟film对于一个演员来说的不一样 你如果那个大的电视连续剧呃cast那是很好的事情祝贺你你可能将来的五年八年你都有活 因为这个连续剧是一直会拍下去拍很多集有些几百集的像美剧好多都是几百集的那种 但问题是你你会就说你的收入啊你的工作会ok就是每一年都会拍几集或者说十几集看你的戏份啊啊你的就是工作啊收入有一定的保障啊 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就没有太多时间去拍一些电影了 因为电视的话可能电视剧的话就是你可能演了这个角角角色一直就是演这个你几年十几年都是演这个角色 所以你就被框住了但演电影就不一样你今年哪怕你很大的一个电影可能你拍一年那你明年你可能就不是拍这个电影的就拍另外别的电影啊 这个电影拍一个月那个电影拍两个月那你可以去有很多机会去塑造不同的角色那这就是TV跟Film的对于演员来说的最大的区别 哦这个我真的还知道那确实是但我在想就是现在对于我来说刚起步那是没有选择的我觉得有电视能虽然我很想去演不同角色 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片子不同的类型但是如果现在有谁一个连续剧找我演说我一直几年都有机会拍那我也我也不会拒绝啊我也会很开心啊 肯定会接受嘛所以这个东西就可能一开始你也不可能有太大的电影剧找你啊但是如果有你都可以接嘛电视电影啊 啊啊啊喜剧情景剧什么什么啊舞台你都可以去试但你一旦你慢慢的水平慢慢起来了你有更多选择的时候你就要选择你喜欢的比如说你真的是喜欢稳定啊我就吃我这个本色出演的或者说习惯出演的这个角色的话那你就去演电视剧 如果你想挑战不同的类型啊不同的角色那你就选择电影如果你是要赚钱为主要快那你就选择commercial啊对这这这就是一个啊然后剩下的就是啊同学们在做那个 independent activities 那我本来是准备好了去做的但前面有几位同学排在前面就老师很看好他们觉得他们一定会做的很好啊确实他们做的也不错就他们两个啊细节就不讲了反正就是重点就是啊就是很投入就是真正的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做一件事情从心里面做到你让别人相信你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另外有个同学他就把事情搞得很复杂最后让别人感受不到你这个练习的这个三个重点就说这个事情的啊目的这个事情的具体的情况背景然后还有就是紧迫性这些都没有 OK今天就聊到这吧然后我今天早上收到了一个audition是一个一个low budget的feature film然后但是它的词还蛮长的我得好好准备一下然后星期六晚上截止所以我得找我的朋友去帮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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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